大家好,我是Stan 巴黎奥运羽球女端金牌得主 韩国选手Anseo 在获得金牌后的采访中表示 我的伤势比想象中严重,无法痊愈 对于代表队对我的伤势掉以轻心 我感到非常失望 以这个时刻为终点 我觉得很难再继续与代表队同行了 将来会有机会详细说明 直接批评了羽球协会 因为真的是非常罕见的情况 所以马上就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 就连允崔根总统也只是要彻底调查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首先给大家快速简单的整理一下 发生了什么事 今年22岁的Anseo選手 不仅在本次巴黎奥运会上 还在世界锦标赛、亚运会 以及世界巡回赛中全部得冠 成为了世界排名第一 相反,韩国羽球协会 过去曾多次陷入各种争议 2018年5月在澳洲比赛中 5名羽毛球协会干部 搭乘商务舱前往参赛 2018年7月的世界锦标赛中 有6名选手参赛 但羽协却派出了8名干部随行 教练和选手们都乘坐经济舱 而羽协干部们全员乘坐商务舱 也就是说 协会的运作一直以干部为中心 而非以选手为核心 Anseo选手的所属球团 曾表示愿意支付座位升级的费用 但协会以要维持选手之间的公平性为由 拒绝了这一提议 而韩国羽毛球协会非常特别的是 干部非常多 有一名会长、六名副会长 一名专务、28名理事、二名检事 比韩国足球协会还要多 但是羽毛球协会的赞助金是零元 因此羽毛球协会除了政府资之外 主要依赖器材广告收入 作为主要收入来源 这也是为什么 当一位选手成为国代选手后 必须要使用广告商提供的运动服鞋子等 大多数比赛用品的原因 为了确保赞助商品的广告收入 国代选手们必须确实使用这些赞助商品 如果选手在比赛中使用自己喜欢的 或者是个人赞助的比赛用品 那么协会在广告合约谈判中的能力 就会相应减弱 这与韩国射监协会的情况完全不同 韩国射监协会的会长 是现代汽车的抢一森会长 这次他提供了85亿韩元的赞助 由于资金充裕 射监协会对比赛用品的广告收入并不敏感 国家代表的选拔 也完全根据选拔赛的成绩来决定 这也意味着射监协会不需要对选手们进行控制 实力和成绩才是唯一重要的因素 而韩国羽毛球协会不仅注重成绩 还需要对选手进行一定的控制和管理 这就是为什么 之前韩国羽球在选拔国家代表时 成绩占50% 评审委员的评分也占50%的原因 如果觉得某位选手无法融入组织 即使成绩再好 也可以在选拔过程中将它排除在外 甚至协会也制定了新的规定 如果选手不服从教练和协会的正当指示 将会被处以6个月的国家代表资格停赛处分 若三次不服从 则会被永久取下国家代表资格 问题在于选手们不知道什么是正当的指示 而在成绩50%和评审委员分数50%的选拔标准 引发争议后 协会曾把选拔标准修改为 比赛结果90% 评审委员分数10% 但是今年通过了一项修订案 将标准再次调整为 成绩70% 评审委员分数30% 进一步加强了评审委员的影响力 协会如此强硬的做法 正是因为选手穿戴协会指定的体育用品公司 所提供的装备参加国际比赛 对协会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事情 而安森阳选手所希望的 是解除这些限制 让选手们能够有更多的自由选择 可以使用自己喜欢的比赛用品 并且在需要时 可以接受个人赞助参加国际比赛 根据8月13号媒体的最新报道 宇宙协会与UNES品牌签订了合约 以独家提供国代服装和设备为条件 协会每年将获得290万美元的赞助 合约持续至2026年 也就是说 只要安森阳选手以韩国国家代表参赛 就必须要使用UNES的球拍和衣服 这与允许选手个别签约 并通过球拍和运动协 获得额外收益的国外规定 截然不同 而且这些装备 对比赛成绩有着决定性影响 但在韩国的规定下 选手们无法自由选择和个别签约 据了解 已有某运动品牌 向安森阳提出了 数十亿韩元的多年合约 这使他在现行规定下 感到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和无奈 但是协会表示 通过统营用品合约所获得的收入 都是用于国代队训练 国际比赛参赛费用 以及潜力选手的培养 协会还提到 安森阳自小学时期 就开始接受了协会的支援 因此他也需要履行一种 类似义务服务器的责任 随着舆论认为 需要修改这些 将世界第一选手 数波于成就规定的声音 越来越强烈 安森阳选手已经沉默了 将近一个礼拜 并且他以商定为由 决定退出本月底预定的 两场国际比赛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让选手为雨学牺牲 这是什么狗屁话 雨学里有40多名干部 却多年来协会的赞助金是零 这像话吗 政府的辅助金是国民的血汉钱 那些所谓的干部 不但没有捐款 还仗着自己的地位无所作为 却领取了国民的血汉钱 此外 媒体不要再炒作 安森阳选手 是因为金钱发表这些言论 应该报道他所解漏的雨鞋问题 这才是媒体应有的态度 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都出现了 但你们只想着怎么赚钱 真是让人毛骨悚然 帮助选手提升技术 拓展雨萌球的版图 你们根本不在乎 这也算得上是协会吗 你们通过统一合约 到底贪了多少钱呢 笑死了 我们国家是不可以有年轻的天才诞生 天才反而会遭受 不公平对待的国家 我会一直支持 安森阳选手到底的 虽然绝大部分的网友们 都是支持安森阳 但是也有部分网友们表示 在菜鸟时期 当然会感谢协会的支持 但一旦成长起来 商家也随之上升 自然会想要签下个人赞助 协会提供的资金 肯定不能和个人赞助相比 然而这些收益也应该回到协会 以支持其他有潜力的选手吧 我真的觉得这样的选手很自私 表达自己的立场是可以的 但这次发言实在过于草率 这句话完全可以在奥运会结束后再说 他这样的举动 完全没有顾及到其他选手 所以对于韩国羽球金牌选手 与韩国羽毛球协会的争议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